第1050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叶好轩道 回家吧 我不想在这里和警察打交道 嗯 许若梦点点头 他知道叶好轩的身份来历不明 如果在这里遇到警察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现在两人最好还是回避一点 比较好 回去让我爸帮你看看 你刚才被车撞到了 许若梦不放心的说 好 叶好轩点点头和许若梦一起离开 在他离开的时候 他下意识的看了一眼 在地上被拆的七零八落的手枪 就刚才 在抓到老外手枪的同时 他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 那把手枪的零件和构造 他都仿佛很熟悉 他以很快的速度 把那把枪给拆了 那种感觉行云流水 几乎是水到渠成一般就做到了 好了 你们没事吧 那名白人警察把那名罪犯给抓到了车子上 他转身想看一下刚才那两名受害者 但是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却意外的发现 刚才那两名受害者已经离开了 一枕堂 许哲的一只手搭在叶浩轩的手腕上 他细细地为叶浩轩把着脉 但是他越把脉 他的额头就皱得越厉害 哎 这这这这这奇怪 真的是奇怪了 徐哲松开了手腕 他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爸 他没事吧 徐若梦有些紧张地问道 没事 徐哲摇摇头 你 去准备一些药材 好的 徐若梦接过了许哲手中的方子 他看了一眼叶浩轩 有些疑惑地离开了 他不难听出啊 父亲的意思是要故意地支开的 他有一些事情要和叶浩轩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徐若梦离开以后 许哲看着叶浩轩问道 现在感觉很好 叶浩轩想了想 以前身体上仿佛有一重 枷锁锁着我一般 但是现在我感觉 那枷锁没有了 整个人的身上 有种前所未有的放松 你的气海 彻底地消失了 徐哲盯着叶浩轩道 要知道 气海是一名舞者的根本 因为鼓舞者的修为 平时全部的储存于气海之中 气海的消失 说明这个人的一身修为 也会随之消失的 那我现在的情况呢 叶浩轩微微一愣 唉 你现在的情况是 气海消失 但是你身上却有了真气 徐哲皱着眉头 这股真气很弱 但是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你的身体里 而且我有种感觉 这股真气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地增多 换句话说 你以前的实力 可能会慢慢地恢复 徐哲道 这真的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要知道 你的气海可是彻底地消失了 按照正常道理来说 是不可能拥有一点真气的 你的情况真的是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啊 那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叶浩轩愣了愣 有些苦笑 我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 徐哲摇摇头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你的身体里面重新有了真气 这就是一件好事 尽管你的气海不存在了 但是你的真气却是在慢慢地恢复 或许 你会发前人为所发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武道 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因为 你这种没有气海 而能让自己真气全部散在全身经络的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是吗 对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呀 虚折点点头 或许 这是因为你的体质跟别人不一样 提到体质的时候 徐哲的双目里 还是闪过了一丝异样的光滑 我不知道 师父一直在找哪种体质的人 叶昊轩想了想 大师兄的离开 是不是就是为师父 找那种体质的人去了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徐哲笑了笑 有些事情 我现在还不能说 因为事关重大 即使入梦 也不知道 师父现在是信不过我 叶昊轩摇摇头 不 我信得过你 徐哲淡淡地说 如果我信不过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留在这里 也是 我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师父能手里我 已经是破天荒的了 叶昊轩微微一笑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另外 既然我已经拜师父为师 那师父是不是可以开始教我中医了 我觉得 我对中医非常的感兴趣 明天开始 我就教你中医 不过 你要先从基础学起 徐哲想了想 他从书柜上拿起了一部遗书 交给了叶昊轩 这是中医的基础论 你抽时间看看 另外从明天开始 你可以跟着梁峰开始辨认中药 熟知药性 哦 对了 这本书是本草纲目 从这上面 你可以看到大多数药草的形状 以及功效 一并拿去看了吧 是 师父 叶昊轩 接过了这两本书 虽然这两本书 只是普通的遗书 但是叶昊轩拿在手里 确实有种 拿到武林一级一般的感觉 这只是基础 等你掌握了基础知识以后 就可以开始学一些高深一点的医术 如皇帝内经等东西 不过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你要从头开始学起 而且我觉得 你的中医天赋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师父 我回去以后就好好地看看 行 那梁峰和你同样是属于初学阶段 不过他的基本功已经扎实了 你暂时还跟着他在那里抓药 我会让他帮你尽快地掌握这些基础的 是 师父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回去了 叶昊轩点点头 他拿起了这两本书 退了下去 回去了以后 叶昊轩首先是拿起了中医基础论 看了起来 这本书是学习中医的人必修的一门课 上面的内容包括了中医大多数的知识 第一篇是中医的简介与起源 上面写得很详细 这些东西叶昊轩只是粗略地读了一遍 便翻到了第二篇 看得出来啊 许哲交给叶昊轩的这两本书啊 跟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属于古籍 是祖传的 华夏市面上流通的那些中医基础 大多数是建国以后一些经验丰富的老中医 联合文化部 所编辑出来的 内容是几经删减 跟起源主已经是没法相比 第二篇 缘一气论 这部分是讲解的是中医的一些理论的基础 以及阴阳五行学说 与中医的关系 叶昊轩细细地研读 突然他心头一震 一段熟悉的话从书中映入他的眼帘 太极一气产阴阳 阴阳化合生五行 五行即蒙 遂寒万物 随着这句熟悉的话 叶昊轩脑袋里面轰的一声 一声巨响 仿佛是一桶炸药被瞬间点燃了一般 他的脑海里突然涌出了无数的中医知识 这一篇 气一元论 几乎在这一瞬间 就全部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紧接着叶昊轩翻开了下一篇 下一篇是阴阳学说 同样 这里面的内容 叶昊轩几乎可以倒着背 叶昊轩快速地翻着书 不到一个小时 这一本厚厚的中医基础 竟然被他给翻了个遍 这上面的东西他脑海里都有 仿佛他以前读过这本书一样 因为他脑海里的知识 和这本中医理论的知识 那几乎是一字不差的 合上了书 叶昊轩感觉到浑身的冰冷 不知道为什么 当这些知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终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在自己的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的秘密 为什么他会对中医有这种熟悉的感觉 为什么这上面的东西 仿佛像是印在他脑海中一样 不过 一切都还没有答案 记忆里的东西始终像是碎片一样 在他脑海里无法聚拢 他觉得好多东西都在等着他去慢慢的发掘 叶昊轩待了半生 他才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然后翻开了第二本书 本草纲目 对于本草纲目 大家都不陌生 叶昊轩翻开这本书细细的看起来 同样 他对这本书里面的东西都很熟悉 每一位中药的名字 特征 生存的习性 以及药性 与其反性 叶昊轩都是清清楚楚的 不知不觉 一本厚厚的本草纲目 就被叶昊轩读完 同样的 他记忆里的东西就好像是泄了红的洪水一般 一旦开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记忆再一点点的解封 叶昊轩不清楚他到底还懂多少东西 当他把这两本书合上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叶昊轩叹了一口气 把两本书合上 然后缓缓地躺倒在床上 在他闭上双眼的那一瞬间 他的身体一震 一股无形的气息 顺着他的奇经八脉 缓缓地运转了起来 浩然珍气的特殊之处就在于 他可以随时随地地修炼 就算是睡觉 他也会在不知不觉中缓缓地运转 浩然珍气运转一周 最终回归气海 但是叶昊轩现在的气海是净毁 那股庞大的气流运转一周之后 无处其身 最终一粒小小的金丹缓缓地结成 在叶昊轩的身体内缓缓地运转 如果说有位国武高手 看到叶昊轩现在身体状况的话 一定会大吃一惊 这就是传说中的单诚之境 就是比那传说中的先天至境 更高一个层次的存在 只是叶昊轩体内的金丹还很小 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小的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 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在成长着 一夜无话 当第二天叶昊轩醒来的时候 他是感觉到一阵深清气爽 那种感觉是他以前 所从来没有过的 他翻身下床 试着走了几步路 只觉得这个脚下是轻飘飘的 几乎像是飘着不着地一样 叶昊轩 你起床了没有 许若梦直接推开了门去 只是在他进门的一瞬间 脸刷得一下红了 叶昊轩是光着膀子的 只穿着一条四脚的内裤 他扎实的肌肉 就这样毫无保留地 呈现在了许若梦的眼前 极具比例的线条 以及男性独有的坚韧 让许若梦 这个俏脸是瞬间 红到了脖子处 从未见过男性躯体的 他只感觉一颗心 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虽然脸红得发烫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地 去偷偷地瞄了几眼 你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许若梦的声音 小得比蚊子还要小 他羞得简直想要跺脚了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地偷偷去看 这具身体是太具有诱惑力了 让他的这一颗心 在砰砰直跳的同时 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少女的芳心总是别人难以捉摸的 身为中医的许若梦 初学针灸的时候是不懂盲针的 所以说他替别人针灸的时候 总要是把别人的衣服脱下来才行 说实话 男性的身体也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叶好轩的身体 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 那你为什么不敲门就走进来了 叶好轩感觉到无比的难疼啊 他觉得许若梦有种恶人先告状的嫌疑 而且你明知道这样看着不妥 你还睁着两只大眼睛 在我的身上瞄来瞄去 你这样真的合适吗 许若梦感觉自己是偷偷摸摸地看 但是叶好轩觉得 他就是在直勾勾地瞪着双眼看 而且那个眼神有种迷醉的花痴感 我 我忘了吗 提到这个许若梦的脸又是一红 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叶好轩的身体猛看 好看吗 叶好轩苦笑 他双臂曲起 修了一下胸肌 许若梦下意识地点点头 但随即他又摇摇头 然后紧接着回过神来 尖叫了一声 桃一样地窜了出去 叶好轩无奈地摇摇头 想看嘛 就光明正大地看嘛 他又不怕少块肉 穿好衣服走出去 发现许若梦手足无措地站在房门外 那模样就像是一个做错事情的小姑娘一般 你 有事吗 看他这模样 叶好轩有些诧异地问 我 我想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了 看你受伤了没有 许若梦不敢指使叶好轩 他低着脑袋扇扇地笑道 我说了没事 叶好轩笑道 你看我昨天不是好好地走回来了吗 而且师父已经为我检查过了 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事就好 我只是 只是担心你 许若梦始终不敢指使叶好轩 他低着头道 去练早课吧 大家都在等你了 哦 那好 叶好轩点点头 和许若梦一起向后院走去 一诊堂开张的时候 许家老爷子的真正目的 就是在美国培养一批中医人才 然后把中医带到美国来 可惜啊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外国人对中医根本就不买账 虽然美国是流行针灸 但是事实上 他们对中医还是有种排斥感的 因为他们崇尚的是科学 那在他们认为中医所依据的这个阴阳五行 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 是不靠谱的 所以说他们排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以至于一诊堂到现在 依旧是空荡荡的 根本没有那种在华夏 那种门徒满堂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大院里 只有许哲妇女 以及四位弟子 不过现在 是多了叶浩轩这一位新成员了 许哲对待徒弟 有时候很慈祥 但是教育方面却很严格 在议诊堂 也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早上的时候 必须要起来做早课 他们的早课就是一种 从道家土纳演化而来的养生工 许哲的规定是 不管刮风下雨 哪怕就算是天上 下了冰雹子了 这里的规矩也从来没有坏过 当叶浩轩来到这里的时候 只见枝柏 枝叶 还有凉风 都在跟着许哲 摆着一个怪异的姿势 练习养生工 他们这门养生功法 旨在心平气和 以无上的心境 让身体放松 然后汲取天地间 蓄日东升的那一缕 天地灵气 这种功法 是许氏的一阵堂 从道家的典籍里演化而来的 十分的实用 当初许家的老爷子 飘扬过还来到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 水土不服 但是因为坚持练习这门养生工 之后身体非常的好 要不是一次地震中 他老人家出了点事故 现在估计已经是百岁高龄的人了 好学的 这是我们诊堂的传统 养生工是我们每天早上的必修课 以后每天早上来到这里 先对着天地万物吐拿呼吸 让自己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放松境界 通过放松 达到养生的目的 叶浩轩问道 叶浩轩问道